今天市長蔣古龍的罷免案 不通過 蔣古龍今天是強調 說他的親身卡電話 讓發起罷免的團體 要請他做回來討論市政 這個團體也強調說 有這麼的電話 搖帳一定會去 也希望說這七萬元 七萬頂的罷免票 可以讓市長驚訝 今天市長蔣古龍罷免結束 罷免案無規觀 蔣古龍拜祈繼續市政工作 還有一次標臺 會親自卡電話的方法去罷免的 地勁安討論市政 看有團體回應 如果有邀請絕對會有 不過要發聲蔣古龍 要重視過去拿出的市政問題 講到罷免董議票 我七萬頂 蔣古龍應該要檢查 我希望能夠在禮拜二下班前 給戴先打個電話 不知道他方不方便 或者傳個訊息 那等戴先回國後 親自的去拜訪 如果今天市長邀請 我們絕對會到 那另一部分可能也是要問市長 就是我們過去所寄的所有市政信箱 他到底有沒有收到 既然白片案四年已經結束了 不過每年可能他們去立委 打白片條 很歡迎國民黨團 打算在做這順 結束後 儘速推動 三百塊修法 要加強連署 不過民進黨團批評 如果也是 恶受三百塊 定義是抹消人民的管理 我們加研來做連署的時候要提供身份證的因本 而不是說這個連死去的人都可以 只要身份證知道都可以來這個參與連署 我們就連署形式上面確保這是由當事人所直接參與的 我們同意 我們也支持 應該要加研在整個連署上面 程序 不管是在增加連署的難度 或是意圖造成人民行使罷免權的更多困難 等同是要來沒收人民珍貴的憲法覆權 民眾都表態的支持連署加減 齊克龍百片暗雖然無過關 不過調壓立會在收三百塊的期待上 又出現會有明 記者總共報道